观众朋友 新年好 欢迎您收看新唐人中国禁闻节目 中国大陆22位维权人士为营救民主人士朱成志发起的网络签名活动获得了广泛回响 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有超过400位海内外网友签名 由大陆人权活动家王力红 艾晓明 江天勇 李方平 肖国珍等人发起的联署呼吁书说 朱成志在湖南绍阳民运人士李旺阳落难时照顾并且资助他 李旺阳离起死亡后 朱成志为他伸张正义 反遭构陷 纵使失去自由也使之不宜 呼吁书还说 从2012年6月8日至今 62岁的朱成志已经失去自由200多天 不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否会坐实 也不知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还要被迫失去自由多久 联署信要求邵阳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朱成志 参与发起活动的维权人士吴干表示 签名只是第一步 今后还会有更多行动 1月1号 香港超过13万民众上街示威游行 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 示威者有的高举梁振英被汇城西血鬼或者狼的巨幅画像 有的打出梁振英下台 不要共产党治港 要求普选等横幅 还有人打着英国殖民时期的旗帜高呼梁振英辞职的口号 据德国之声报道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 香港民众除了对梁振英的个人诚信以及操守不满外 更对中共当局在梁振英当选过程中的操控 以及他上台后 北京当局和香港中联办对香港事务越来越严重的干预 感到担忧 由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最近证实2005年因言获罪被判刑10年的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亚森 2011年在新疆沙亚监狱病死 据亚森家属透露 2009年他在狱中寄给家人的信上说 他已经病重 但是监狱不允许家属探视 报道引述大陆法律学者腾彪的话说 据亚森朋友告诉他 监狱的待遇不太好 腾彪说 维权律师高智盛目前也在同一家监狱服刑 而且在被转到这间监狱前 高智盛的身体被折磨得很差 所以更加担心高智盛的情况 青海省500多名藏人教师和5000多名学生 分别在各自所在地区进行了公开信的签名活动 抗议中共当局2012年在青海省的所有中学 施行除藏文课以外的中文授课政策 公开信指出 当局施行汉化政策后 藏人学生的成绩大幅下降 信中呼吁中共当局遵守自己制定的民族自治法 立即停止在藏区学校施行的汉化政策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新闻